我是台湾人 我是捷克人 因为我们都是民主人 立法院长游锡坤 站在捷克参议院致辞 台湾第一人获得满场掌声 他特别呼应前两年 捷克参议长韦德奇 在台湾立法院说的 我是台湾人相呼应 韦德奇参议长 不为中共强权威胁 坚定率团访台 完成客家路前参议长的一页 韦德奇参议长 你是台湾人 欢迎你有空都回家 外国政治家都不缺客所说的 你可以摧毁花朵 但你无法阻挡春天 尤锡坤站许韦德奇 2020年无惧中国压力 率团来台访问 成为日后台欧交流 最重要的催化剂 就是两国的共同语言 我们讲着一种同样的语言 这种语言就叫做民主 我们也简洁到 国际民主版图 正在萎缩当中 一定要深究 了解中共政权的贬值 坚持自由民主反对威权 尤锡坤引述捷克第十任总统 哈维尔名言 跟捷克议员产生共鸣 尤锡坤更专程安排这个点 献花制疫 点了蜡烛 献上鲜花 这是遭到毒害的 捷克前议长 柯家洛故居 当年无法访台 尤锡坤特地前来 代表台湾制疫 台阶两国 因为民主越走越近 也将在抵抗威权勇气下 持续前进 三立新闻前进 权献好台北冲突